哈哈哈哈 自拍 好 我再幫你解決 我會跟我太太宣誼說這個好 基本上喝醉了直接不用開車 四樓走過去就可以了 這個好 嗨聽得到嗎 Hello Roger Hello Tuber 你好 你好我們今天現在 OK Jerry你可以開始錄了 因為今天我剛才花了一點時間去看一下 最主要四樓的River Deck 就是他們的中間的公共設施已經全部都弄好 所以我先過去看了一下 那我現在人的位置在1204 因為今天開發商他們那邊比較忙 所以他給了我Master Key 那Master Key呢 本身來說就是四樓十二樓和25樓可以過去 那我們所以你的 如果要看03 就是說如果想要看一房的話 我有可能只能就是給你看這一層樓的03戶型 其實跟六樓是一樣的 那現在1204 好 透過你的鏡頭 我們趕在最後一波 開發商要漲價了 我們來看他最後一眼 好 先跟這個項目呢 其實我之前有幸 當然我跟Jerry呢 也有過來 在之前還在建築的時候就看過 有一個特別的優點 跟您說一下 就是說 現在你可以看到後面有兩部電梯 還有在我正前方也有兩部電梯 總共是四部電梯 對 那因為這個是一個就是高層樓 那在52層就是44層以上 如果數字43或44層以上 他們是屬於是大三戶型的呢 他們是有其他三部電梯 是跟樓下的不會有任何的影響 這也代表說 你在電梯上面來講的話 不會等待太久 第二點呢 就是說 他跟 因為他這一棟樓跟我們就是 是W Hotel 還有再來就是 Brisbane Quarter 還有再來就是樓外三棟樓 其實用同樣的地基 代表說他們在MultiPlay的時候 他們使用的 是 就是 商業電梯 OK 商業電梯呢 代表說 如果我只是按的話 我如果 如果我只有 沒有Token的話 我只能到一樓 那如果以後之後 你會有這個Token 你只要Scan完了以後 你就可以到你可以選擇的樓層 就是你可以去的樓層 除此之外 你去不到其他的地方 這算是一個安全措施啦 對啊 更直接一點呢 就代表說 你進了電梯 沒有任何其他按鈕 除了你的Panic Button 就是你的緊急對話 對講的號碼 這是最大化的 能夠提供給到 這邊客戶的一個安全性 是 更一個不一樣的原因呢 就是說 這是我比較喜歡的 One的一點 他你可以看到呢 他是屬於是 後面 電梯出來的時候 後面是有兩間戶型 然後在這邊呢 這個腳呢 是兩間 所以呢 這是1204和1205 再過去的話是兩間 而且你可以看到樓道的寬度特別寬 是 而最後呢 就是四個腳 1234個腳各兩間 代表說你的私密性來講的話 是比平時的 就一整圈這樣子 然後你這一排可以看到 五六個門的 那個完全感受來說 這個是比較高級許多 OK 那我請問一下既然橫屬你都在這邊了 這邊倒垃圾的管道間在哪邊 管道間 recuser的話 我記得是在 這個地方 喔這是recycle 我看一下是不是這個 好這是你的recycle 每一層樓有一個recycle bin OK 然後對 然後它的垃圾 的情況下有一個garbage room 而且它是 基本上是雙層樓的 OK 好 那一個好處呢 就是說我們 因為我之前也是住apartment 如果這個是我們平時的garbage 那是平時的垃圾 recycle的話 你是要提的到樓下的指定的垃圾廠去丟 那在這裡它這邊呢 特別是有做一個 每一層樓有一個recycle 小的recycle bin 嗯哼 代表說你基本上 你就不需要把你的瓶瓶罐罐 拿到樓下面去丟 這個是加分的 OK OK 好那我們今天就先看1204 好 這樣我把鏡頭調到前面 好 好 1204 現在1204 好 我們就開門了 進門的時候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儲藏櫃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我們華人特別喜歡的一個設計可以做成是鞋櫃 那這個你可以看到是當初他們的精裝修設計 順帶就是大家知道一下其實這個整個12樓都是樣板房所以都有帶這些家具這些這些家電 對這些東西就對了 這些東西就對了 好 我聽得到嗎 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它的水槽就是中間這個嗎 中島這個 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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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你可以看到呢就是說它的 這個板材呢是用的是2-pack 而且是有做就是 就是紫線紋的一個造型 當然就是說 soft closing是這種 就是高檔公寓的一個必備 第二呢 再來就是你可以看到 它這邊做的 OK 收納 然後冰箱也是included嗎 是嗎 上次好像 沒有 這個我就不太確定 這個你要跟Jerry 我跟Jerry去確認 如果是 如果是樣板房的話 這個可以談一下 這是Fish Pico 大概就是冷水效果的 然後其他的廚具的話 都是米勒的 OK 有到微波爐 所以它不是一般的四件套 對 它是 這個應該我記得是樣板房才有的 好 你可以看到它的slash pad的話 是鏡面的 代表著說 第一個可以把你的空間寬敞出來 第二個是比較好清潔的 如果你在裡面做一些油炸 你擦一擦就好 我最怕的就是背面的板子 就是那種小塊磚的那種是最難清 這次特別好 是 OK 還有還在說一聲 就是說這種L型的kitchen 大家都喜歡就是說他們的 就是說他們很多人喜歡 它的公寓裡面有中島 我還是跟大家呼籲一下 除非你是很大戶型的那種painhouse 中島一定要有一個夠的長度 要不然的話像他們做這種L型 就M字型 對不起 M字型的或者L型的kitchen 你的檯面才有足夠的空間 比如說什麼空氣炸鍋 你那個很燒包的辣媽 咖啡機 聽不懂的話就當作聽不懂 不要跟太太講 要不然很貴 然後再來就是說你的大銅電鍋 我們一定要的對不對 然後還有這個炸 那個什麼炸果汁機 這些你才擺得開 要不然如果你的兩房公寓 或者三房公寓 你的中島不夠寬敞 或者後面還沒有多一個 這種置物空間的話 我說的是檯面上的 你很容易就基本上被老婆大人罵 會很亂 東西又砸 沒東西 地方放 重點是放不開 那我是受害者之一 所以跟大家講 這樣這個的話就滿分了 這個真的是有滿分了 這個是滿分的 好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 他這一棟樓最特別的是說 因為他是一個摩天大樓 你可以看到後面這個 主要後面這一棟 我就說 這棟是後面的 我們叫這整棟樓的龍骨 真的當初我很特別喜歡的 03戶型的原因就是說 你可以感覺到你的家是非常的安全的 是因為如果這是你可以說在這一棟樓裡面是最穩固的一個地方 因為你就在你的中間的最剛良的龍骨的旁邊 那他在做這個情況下的時候呢 他就把這個呢打造成是一個很舒適 而且很 softened up 的一個kitchen 是一個造景 後面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是兩間房間 兩間房間都有水景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客廳 他的下面都是有收納空間 但是再來可以看到這邊就是他的dining area 在這邊吃飯的話會很舒服 而在這裡呢 他做了一個就是走空的方式 你可以放一些酒櫃 或者是綠色植物的pot 嗯哼 那上面呢 就是可以看到是這樣子的造型 我們1204是沒有陽台的嘛對不對 對1204是沒有陽台的 1205就有陽台 對 OK 對 然後他沒有陽台的一個造型 對 你說 他窗戶的這個安全鎖是怎麼設計的 就是 我是1米8的一個高度 那你可以看一下這個鎖 我基本上已經到我的肩膀 那我估計差不多應該是有 差不多應該有1米3左右 1米3 1米5的一個距離這樣子 OK 高度 好 但是這個景色就很美 所以他沒有辦法裝裝紗窗嘛對不對 他開了就是直接 紗窗的話是應該是不能夠裝的 但是我是覺得你如果是 就是因為他開了是 他是以一個owning的一個方式打開 那我覺得這個來講的話 這個有可能你可以在前面的一個位置 裝一個所謂的 就是內部的沙門 就是基本上是用推的 那個是可以裝的 當然個人來講我覺得蚊蟲應該是少很多 而且這邊的話 你的 這個圓子已經是做好 嗯 好 這是需要考量的一個點 好 那我們呢 現在去看一下 換一個 好 這是我現在坐在客廳的一個感受 對 呃 Jerry其實我覺得很奇怪 我這邊的速度其實 就是有點 現在訊號是有點不好 所以 我盡量讓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比較 鏡面的一個感受 好 那如果我現在坐在客廳的話 你可以看到 客廳有電視的距離 差不多是將近有 差不多四米半到五米的一個距離 就 呃 應該差不多有 五步到六步的一個距離 OK 寬度 然後我們從左側往左側看的話 對 寬度 對看電視距離是特別舒服的 那往左邊看的話 就是它的一個 餐廳和生活區 好 好 那我再慢慢的往右邊看的話 是有點卡 等一下 是 好 就是 基本上就是我們的 廚房 那代表說 媽媽在這邊煮飯的話 是一攬 一攬中三小 就基本上 爸爸在看電視 或小朋友在那邊 讀書寫字 或怎麼樣的話 都很清楚 好 那我們現在往 就是 房間的地方看 好 前面呢是 主臥房 旁邊呢是客房 有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客房就有 可以 客房和主臥房 都可以看到 布里斯班和 南岸 還有 南岸公園 還有南岸的 摩天輪 還有我們的 維多利亞橋 都可以看得到 好 我剛剛瞄到 連皇后碼頭那邊的空橋 也在蓋 蓋三分之一有 是的 沒錯 OK 然後 這是主臥房 我突然發現 躺在主臥房的 空 躺在主臥房的 收訊是最好的 為什麼 把你的腳放下來 我不要 好 你這邊剛好是看 摩天輪那個方向啊 是啊 是啊 OK 這個景色的話 我估計 我可以躺一整天 呵呵呵 那另外一面呢 好 那我 好慢慢的 對 之前之前淹淹水 旁邊的這個河 有 是有那個嗎 有一樣有長起來嗎 你說淹水的時候嗎 對 這邊的水會不會 淹水的 淹水的時候呢 這就要驕傲了 開發商特別驕傲 本身來說你可以看到 這個路面呢 基本上都沒有淹 因為我是專門騎腳踏車的 這下面是腳踏車道 代表說這邊的地基完全都是有提高的 所以水呢 只是到了這個橋的下面一點點 代表說整個地基和路面是完全沒有被淹到了 那這時候呢 開發商特地要跟我提一下 那個皇后碼頭淹到囉 哈哈哈哈 你看 這時候故意還要踩人家一腳 嗯 那這個我需要剪掉嗎 我會不會被罵 他是皇后碼頭的地基淹到水啦 但蓋好了以後就沒事了 但我在這邊還是說一下就是說 我個人是覺得 反正如果要剪掉的話 我個人是覺得說The One的價值是比皇后碼頭好 是啦沒錯 而且如果可以買到這個金裝修的話 那就是無敵 你可以看到整個燈這樣下來 哎呀完蛋了這個床好像被碎過了 還不是你 好 你確定是我嗎 好你可以看到這些櫃子呢 都是已經 這都是有做經過設計師的設計 這個設計師是我們台灣的設計師設計的 好就是說他的金裝修 OK 走路式的衣櫥 再來就是 揮玉設備 在這裡要說一下 就是說他這裡 有做了兩盞燈 一個是夜燈 再來是主要的燈 OK 你看我沒有躺下來的話 收訊好像又開始變得比較差了 哎呀可惡 好沒關係我們繼續吧 好 我在這邊呢 這就是大致 1203整個的一個原貌 對對不起 我說一下 他的設計 這裡的話 就是走到這裡呢 是你的洗衣房 OK 對 烘乾機 烘乾機 還有再來呢 這就是 紅的兩盞 OK 我的了解是 只有金裝修呢 是有送LG的洗衣機啊 對金裝修這一套的房子呢 我是記得當初 是可以談就是 就是這個 電視 然後冰箱還有洗衣機 那基本上放在這邊的話 我估計是應該是在 package裡面 你要跟開放這邊談一下 好的沒問題 好這交給Jerry嘛對吧 OK 但大致上我個人是覺得 我看過深顏色的 然後這個是淺顏色的 我個人來說的話 深顏色給到的就是更小姿小調 但淺顏色 淺顏色就這1204呢 更適合去舉足 我覺得是很舒服 好 那Roger還沒有要看什麼特別問的 不然的話我們就往下一間去 看看其他的房型嗎 嗯 好啊 應該就差不多是這樣子 好 Roger我就覺得這樣子 我現在帶你們去 好像是有你們本來是要看03戶型 是不是 是 對 然後Roger本來是603 我先跟你說03戶型有的話 如果你Jerry可以幫你拿到 你一定要買03戶型的 一房的朝向做投資的話 是特別好 然後 我能夠了解他之前 基本上 這03戶型都是封起來 不給人家買 因為 是 我是特別強 所以我先帶你看一下 1203 1203呢 這也是有故事的 那當然就這個是精裝修 那我就給大家看一下 金裝修跟普通裝修的話 就是有可能會不一樣 哦 哦 所以是2503 好 這是12樓的03戶型 這些是空房 所以這不是有金裝修 對不起 搞錯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跟大家看到這個尺寸 他是一房的戶型嗎 一房一位 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金裝修Jerry之前我們有做過 視頻 所以你可以拿過去看一下 但你可以看到這個尺寸來說的話 舒服的 可以看到進來的話 他這邊的話 他先把他 這不是懸關 這一個呢 是他把他的洗衣間做在這裡 他的電閘是在門口這個地方 嗯哼 對 所以他這個地板 剛剛那個 他這個木地板都是原本建箱就做好的是嗎 是的 是的 對 OK 這是寬面 對 寬面的木地板 跟台灣的建商真的給的東西差很多 哦 台灣的台灣不是都應該是毛皮房嗎 對 對 對啊 代表說其實這些來講的話 你如果買的是603 淺顏色的話 就跟這個是一模一樣 嗯哼 嗯 對 不過好像 還都是迷了的 沒有像剛剛1203那個那麼大 一房的嘛 當然嘛 那一房來說的話 我特別 在意的就是說 其實他的電視生活空間的寬度 也是來到有4.5米到5米的距離 代表說他的客廳 因為一般的一房 可能沒有這麼寬這麼長 再來你可以看到他的這個呢 是我喜歡的 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從 動線來講 門口進來 這邊的話 我們就是基本上放餐廳 餐桌的地方 嗯哼 再來這邊 這邊就是客廳 嗯哼 之後我會覺得說 有個好處就是說 這兩邊 主臥房 還有他的衛浴 他使用的空間是蠻明巧的 對 然後這 就是shower room 再來就是主臥房 因為他這邊的那個浴室的那個抽風 都是怎麼樣進行的 他那個 我們 我們要講就是說 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我們這邊的浴室的抽風 都是抽風機往上抽的 嗯 對 所以這個是住公寓的話 我們基本上都是這樣 那一定要記得就是說 在布里斯班的 濕度呢 是比台灣 乾燥許多 對 在這上面來講的話 那就是說 請大家不要擔心 就是 那不會長磨菇 或者是長險菌那種 OK 因為我是聽人家說 布里斯班已經在澳洲 算是潮濕了 呵呵 但我不知道跟台灣 對 那就是台灣是 如果我們這邊算潮濕的話 那台灣就是 特別濕 對啊 因為我住在 我人生一半都是住在布里斯班 對 這個來講我是覺得 而且你可以看到呢 就是說 他的 全部的 瓷磚都是置頂的 嗯 OK 對 好 那這個客廳呢 我是覺得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把 我是會把電視 你可以看到電視插槽是在那個位置 是 是 代表如果坐在沙發的話 就是這個位置 好 這就是 我們再看一下 從內飾看起來的話 差不多是這樣 嗯 記得買啊 如果有603的話 買起來 6樓的話 就比較 是最矮的戶型嘛 對不對 好 我帶你 我這個就要跟你講 我就跟你講 你不要去 這個如果你是要投資的話 這個水井從4樓就可以看到了 你就6樓你就不用擔心 所以我下一步呢 就帶你們到就是Riverdeck 它的amility 就是它的私人會所的區域 那我這邊呢 我會跟大家這邊先暫停一下 中間我可以讓你們看一下 就是電梯的一個使用 如果直接斷掉了以後 我就會直接在室友再進來 那你就稍等一下 Jerry你覺得這樣子好不好 可以沒問題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行動 我們這個可以到頂樓去嗎 不行 哈哈哈哈 就是我們的這個樓層就是 我們這個低樓層的住戶 不能用低樓的那個Sky Lounge 不可以 OK 那個只有44樓以上的才可以 嗯哼 對對對 好 所以我們到4樓 好 所以我們可以使用就是4樓的公共設施 那游泳場那些的是都可以用嗎 都在4樓 對所以我帶你看我特別喜歡他的游泳池 你可以看到裡面就是沒有按鍵 好我等一下在4樓跟你們見面囉 好 嗯 欸好像還沒斷 好強喔 還沒斷欸 因為一般我們在電梯裡面 大部分都斷線了 好實境體驗 做電梯 斷了 斷了斷了 欸還真的欸沒有斷欸 哈哈 他到了 他到了 太厲害了 到了 好 電梯跟台灣的雷龍電梯是五八幣的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就是說 這邊就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四部電梯 嗯哼 這四部電梯呢 欸開始有點卡了 沒關係出去 這四部電梯呢 就是從44樓以上 好那我們剛剛電梯從前面出來 這邊就可以看到 好 Media Room Garden 所以有一個漂亮的Garden 哈囉 沒關係 啊 啊 launch beer barbecue 再來呢 再來呢是我們的 Pool Date 還有 Gym Yoga 清清 room 和Sona 那我們現在 我們就先去看泳池 還有Sona的位置 好吧 好 好 好 所以基本上所有的公社都在這一區了是嗎 是的 沒錯 OK 剛剛Maggie 我換前面鏡頭 我換前面鏡頭 有拿問什麼嗎 我想問五樓以下是那個 是不是住宅是上店家是不是 還是 沒有沒有我們這棟樓都是 這棟樓都是居住宅 當然都是住宅 但樓下好像四樓好像還 四樓我記得 我等一下看一下Proplane吧 但二三樓好像是行政樓層 然後Ground floor的話就是大廳 商業就是 辦公樓是另外一棟 對 嗯 好 那我們先看到這邊就是泳池 我先把泳池先放著等一下 來到這邊呢就是 我們的Sona房 尺寸 挺大的 OK OK 然後我們到了 對 好是乾乾針 乾針 然後到了泳池這邊 這個收訊怎麼那麼不給力呢 不過剛剛在電梯可以蠻強的 對啊我這邊有兩盒啊 好 現在開始了 可以看到基本上這個是25米的泳池 中間呢 你可以看到中間這一個是你的SPA 位置 所以剛剛乾針還有這個是水寮 台灣的台灣 那我再給大家看一下你可以看到外面 基本上就可以看到Breeze搬盒 嗯 嗯 OK 好 外面的Deck也是可以出去的 好 好 那在這裡呢有做一些這個泳池呢 的尺寸就是旁邊W Hotel的泳池的尺寸 你可以看到它基本裡面隨便亮亮的 它基本上設計的時候用光影 而打到裡面的一些亮片呢 就造成了這面牆 哦 蠻特別的 好 那當然就是坐在這邊 我是覺得坐在這邊是挺舒適的 水溫的話我個人是覺得我記得是基本上是恆溫泳池 摸一下 水溫差不多在18度到20度左右 好 這個就是SPA啦 哇 來 它沒有在裡面 水開始出來了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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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 你可以看到外面的維多利亞橋 好 然後所以還有我們的Brisbane愛 好 嗯 然後未來 未來的這個Casino的Balby Twin Bridge 大三角市 OK 好 好 關掉它 隔壁呢就是我們的行政的Lounge 這邊呢其實可以出去哈 這邊的門是可以Bipolding window 可以完全打開 外面呢就是它的Riverdeck 可以看到 OK 好 我們再繼續看下一個 有一個室外池跟室內池是嗎 還是就一個 沒有沒有沒有 就一個泳池而已 沒有室外池 都是室內的 都是室內的 OK 這邊有健身房 好 噢 更衣健康衛浴設備 噢 更衣健康衛浴設備 那種的 好東西 嗯 先說一下 這個跑步起來很爽 哈哈 沒看過這種的 這個是有什麼 啊 Jerry 有弧度的 對 這個很厲害 這個而且這不上角 嗯 這邊的訊號有一點會卡頓 然後你拿開 旁邊呢很 最後的是很用心的給一個 放一個可以喝水的 ZipTek就是可以給你喝 進水器喝水 啊這邊呢就可以開始 哎呀 把最重的那一顆拿起來 哎呦這個重量 那那啦 請假 我是一個練腿的男人 你不是 哦 可以 哎這個我覺得 等一下帶兩顆回家 掛1204的屋子 丟失 好 再來這個就是花串機 都特別好 他們是預計什麼時候開始 第一批客住戶可以住進去啊 好像交房是5月份嘛 4月份已經 就5月份了 是 你可以感覺到這個的尺寸的 那個私人會所就是 整整整整間拿出來的私人會所 是很 這剛才跟 泳池那邊是連在一起 嗯 大家都卡卡的 我先慢慢來給大家看 啊 launch 這邊是開Party是不錯的 是 外面我看有BBQ的地方啊 對 對BBQ 這邊住戶 這邊還有一個 這邊整棟樓的住戶應該會 大家應該有個使用的規章嘛 那如果很多人使用的時候 不知道是怎麼樣去 是預約制嗎 還是怎麼樣 我記得這個launch他們如果要開Party是預約值的 那平時正常來說的話 有可能會有些人在這邊 基本上坐著吃一些東西啊喝一些咖啡 這都是有可能的 再來呢就是你可以看到這邊是什麼呢 常常在這邊做了一個media room 這個就是你可以看到他做二四八個躺椅 而在這裡呢就會有 白布木給下來 這個躺椅也不錯 試一下 為什麼我每次躺下來的時候收訊都好很多 好那這邊呢就是整個launch 那我們去看一下戶外 我一點不想爬起來 開Party是真的不錯 因為如果要 對面就是隔壁洞就是W Hotel 那W Hotel你想要到他的Sky Deck去那邊喝杯酒 你就要花 花很多錢 這邊拿來來說的話 自己就可以享受Price Banker 後面是BBQ Area 這邊收訊應該要好了吧 有比較好一點 那個Tuba剛剛BBQ Area那邊旁邊那個是放什麼 是冰箱嗎 放紅酒還是放啤酒的地方 那個是很溫的嗎還是冷藏的 沒有吧 這邊的話就是戶外BBQ而已啊 沒有其他東西 旁邊還有一個水槽 OK好那我看錯了 這個才厲害 這個Vertical Garden 這都自動會澆水的 嗯這個好看 澳洲人也來看 因為這永恆的地標啦 這個只有我們享受得到啊 謝謝 好 來前面就是 紅厚碼頭啊 Chris Wolf 嗯 估計差不多好的話要差不多再三年吧 至少 好 我們現在才這麼小一個 對啊 哇 好 那假裝要登高一下吧 好 好 我就回答你的問題啊 這邊是四樓啊 好 這個小 好 那上去的話 這個是五樓 五樓的話 六樓就是上面啊 我印象中 我印象中 我要講的就是603 這個景色就特別好 我印象中那五樓好像並沒有單位 對 並沒有單位在賣 他好像只是 就是跟四樓的工程 行政樓層 我覺得可能 行政樓層 對 可能是中間的 一些機械還是管道的樓層 沒有東西的我印象 對 好 好 我們再去看他們所謂的Garden啊 好 喔 我剛剛還是講一下 就五樓 五樓是這邊嘛 嗯 那第二樓就是這邊 是 那你看看六樓是完全無阻擋看 看何景 是 是 03跟04互行就是完全正面對合景的啦 嗯 是啊 我這樣 這樣子解說有效果齁 有嵌入式的感覺齁 除了說訊號不太好以外 沒有 已經很盡量了啦 我知道 你盡力了 你這邊按一個鈕 嗯 好 就可以 應該 喔 就可以出去了 啊 哇 你這樣就可以直接去W Hotel 哎呀 這個 這樣的造型有點過分喔 我覺得超帥的耶 這樣很方便耶 是啊 這很好 就是朋友來的時候 Oh my god 朋友來的時候住W Hotel 然後如果要碰面的話 先約在這邊碰頭 欸超帥的耶 哎呦沒關的 欸真的耶 超帥的是真的 這連帥一起的嗎 這怎麼回事 對啊 這個W Hotel他們的酒吧 好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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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過去的啊 直接走過去喔 蛤 就那個門 所以我就 他們酒吧正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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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啊 我沒有開玩笑 對啊 他們還沒裝啊 怎麼趕出去 你的credit card在我手上 直接來 住三夜 超帥的耶 對啊 我們剛剛就從這個門出來的 是啊 然後正門的話是從那邊出來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一棟呢 就是我們的The One 對 好 再來呢 我們下來一點點 好這裡呢就是W Hotel 嗯 就像剛剛你講的一樣 你住在這邊如果 有親戚來玩的話 我要住你家 然後我們家基本上 房間很多 你付錢就可以住了 這一棟 這真的超帥的耶 好 OK 大家是喜歡那個River View 但我個人是覺得 這邊來講的話 City View還是 基本上我們布里斯班人會比較喜歡的 真的 可以看到這等於說一個 我們Main City啊 不常看到City嘛 不常住在台灣的話 每天看的會很痛苦 嗯 然後這邊就是小朋友的遊玩區 嗯哼 啊 收訊又有點卡了 等一下 好沒關係 這邊一樣算是The One的Back是嗎 是 對啊 這邊也有BBQ 嗯哼 噔噔噔噔噔 你們自己的小朋友遊玩區 消耗體力 這個厲害了 為什麼呢 這個我們就特地有 另外兩組台灣的朋友 他剛剛跟我說 這台灣開發商的朋友 他特地就是買 朝內裡面的 沒有沒有Riverview的 他就住在樓上 那他也不會買很高 他就買差不多九樓的位置 他就說小朋友在樓下玩的時候 他只要把窗戶打開 啊張君啊小朋友趕快回家 這樣就可以了 欸這邊舒服欸 對啊 他這個設施跟外面公園綠地的設施 是基本上是一樣的啊 模仿過來的 欸這個是 這個軟軟的呢 嗯 對啊就UP了 那這叫什麼 真好 就是小朋友跌倒 比較不容易受傷的啦 軟墊 對真的是軟的 真的是很軟 OK OK 對不錯不錯不錯 好 那這個就大致我們今天 分享可以差不多到這裡結束 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們應該跟Jerry 然後我們可以跟開發商討論 都沒問題 但我個人如果問我的自己的話 如果03 等我一下啊 如果03戶型還有的話 你們這要做投資的話 我個人來說是 可以是強烈推薦 畢竟現在 租房市場來講的話 這一房會是蠻強手的 兩房就先用來自助啦 一房的話 因為他這個樓層 即便那麼低 往上全部都看合景啊 03戶型是不錯啦 投資的話 欸可以看到這個這邊走 走了 我們如果長輩下來散步啊 可是有一點距離喔 蠻大的 你剛剛在那邊嗎 是 可以 後面還有 這比想像中的大啊 OK Roger你們還有想到什麼問題嗎 除了我去問一下那個家電 有沒有include在裡面 還有什麼 我特別要問開發商的 應該就是剛剛問的那個半年短出租的問題 OK好 然後圖把這邊有那個租賃中介的這個 的那個資訊 對啊 他也有也有交給 我有拉到群裡面嗎 我讓我讓賓士跟你們打個招呼吧 好 OK 一起讓他微信群來這樣子 讓我們知道他的收費 然後那個貸款費大概多少 讓買家知道一下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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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拍 我覺得 我會跟我太太宣言說這個好 基本上喝醉了直接不用開車 對 四樓走過去就可以了 對 這個好 這個好 好 那Roger還有什麼問題 應該大致就這樣 嗯 本來是想說會不會看車位 哈哈哈哈 這個應該訊號會 啊 車位啦 車位 然後我們 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 因為我就停在你的車位上 要不要開玩笑的 哈哈哈哈 我就停在了 車位的位置 我可以下去的時候拍張照 就拍一些照片給你 好啊 嗯 另外是說資源回收室看起來有點小嘛 那一些瓶瓶罐罐的東西 它是有另外一個收集的地方是嗎 那不要不要嫌小 那個資源回收呢 它是特定給你平時每天的時候 有一些什麼空空瓶瓶的 可以丟在裡面 如果你搬家有一些大的紙箱啊 那些的話 它的地下室是有一個大的資源回收室 喔OKOK 那如果方便的話 可以讓我們大概兩點 我就讓我問他們一下位置在哪裡 所以我過去看看 我估計現在還沒畫出來 因為他們樓下現在還全部 地下室還是全部都是工地 圍起來 我去不了 喔了解 了解 好好 OK 但這個你不用擔心啦 如果他有把你的資源回收 做成是那種小的那個 你知道小的垃圾桶 他們每週的話一定會有人去把你的垃圾桶 從每一層樓收到的地下室把倒進去 所以一定是有這個位置 OK 然後另外是空調的部分 他們是都那個中央空調嗎 對的 對的 嗯OK 所以是每一個房間可以調自己的空調 剛剛好像 喔 他是 他是在樓上 樓上的 樓上是一個 一個 我記得他是一個Zone 我等一下上去可以再看一下 喔 OK 一個Zone是什麼意思 是 我看他是有分兩個Zone還是一個Zone 我可以幫你過去看一下 你要看一下嗎 可以啊 如果方便的話 嘿 所以我們不用再買什麼 人碗器機之類的是嗎 他就是 中央 不用不用 他都是中央空調 中央空調啊 那跟飯店比較像 對 就跟飯店差不多啦 OK 所以那個控制的Panel 是每一個房間都有是嗎 還是 還是 我就是現在跟你去幫你做確認一下 我記得是在客廳 因為是兩房 除非這種大的五房六房 他才會分 不一樣的Panel 喔 OK 好 好 Jerry 這樣的話 要不然等一下我再進來 好 那不然就待會見 好 謝謝 OK 拜拜 謝謝 謝謝 謝謝